欢迎你来跟书院学中文 这里是终极班的成语课 今天我们学习成语 一本正经 这个成语是描述一个人非常严肃 没有幽默 总是绷着脸 没有一点笑容 一张严肃的脸 好像一本经书 而且是正版的官方的经书 不能开一点玩笑 当然这样的人没意思 不好玩 所以这个成语往往是贬义的 比如 他这个人总是端着架子 一本正经的样子 大家都不喜欢跟他说话 很多中文课本 最大的缺点就是 太一本正经了 一点都不幽默 我的节目 有时候一本正经 有时候开开玩笑 好 接下来我读一下关键词 严肯定 幽默 幽默 绷着脸 笑容 经书 经书 端架子 最后 我再用正常语速 给大家讲一下 一本正经 这个成语是描述一个人非常严肃 没有幽默 总是绷着脸 没有一点笑容 一张严肃的脸好像一本经书 而且是正版的 官方的经书 不能开一点玩笑 当然 这样的人没意思 不好玩 所以 这个成语往往是贬义的 这堂课就上到这了 再见 Special thanks to Dr. Lia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